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時尚工作者Judy Chow 但是我們今天不聊時尚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自信 首先我想要先講一下 當我受邀來這個TED Talker演講的時候 其實我身邊的很多朋友啊 他們都很緊張的跟我講說 如果TED現在講得不好 被放在網路上 其實會被更多人罵 其實是一個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然後我那時候真的有一個瞬間 我就想說我乾脆不要來講好了 我幹嘛自己沒事找事做 自己工作已經這麼忙了 但是我仔細仔細的思考 我內心呢就有一個非常堅定的聲音 就告訴我今天一定要來講這個演講 因為呢即使這場演講呢 有一千個人不喜歡 只要有一個人喜歡 而他有所感悟 然後呢進而去幫助到他的人生 我覺得呢這一切就都是值得了 我們呢應該要為那些愛我們的人活 而不是恨我們的人 因為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 本來就是不管你做什麼樣的事情 都會有人討厭 所以我們無需過度在意那些其他人的想法 我們只需要在意自己的心 所以我今天講的這個主題呢 也是跟內心的力量有關 我要講的呢就是自信的建造 因為我一路走來呢 我覺得自信呢是支持我走到今天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而且自信呢也是每個人 他們內心自己可以創造出來的一個能量 我們應該要好好運用呢這些能量 各位 其實我今天能夠有勇氣的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你們一定想像不到 我是花了多少的時間 多少的勇氣 多少的力氣 才敢在這邊跟你們分享 因為其實我從小啊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沒有自信 很膽小 然後就是做什麼事情都很害怕的一個女生 而且也是不敢為自己的任何需求去做出表達 我永遠記得我那時候我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我們的班導師 他就在前面上課 然後他就一直上一直上 一直上到下課時間 他還是一直在上 可是我那個時候就是很想要上廁所 很想要尿尿 但是我又不敢跟老師講 然後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辦 然後我就一直憋 一直憋 可是老師就是一直在上 他就是不下課 然後我那時候整個就是慌了 我想說天哪 我已經憋到實在太痛苦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很緊張 然後突然間我就爆哭了 然後整個就是老師跟所有的同學們 就轉頭來看我 各位記得我是爆哭不是爆尿 我就是那時候我也是被自己嚇到了 我真的也是想像不到 當初那個真的是連上廁所 都不敢表達的那個女生 能夠走到今天 到了今天 我上了這個日本的 非常知名的一個時尚雜誌的封面 然後還受邀去香港最大的電視台 然後去主持潮流節目 然後呢也被像是非常有名的一個 國際的彩妝品牌 選為台灣代表 飛去好萊塢跟全世界各國的代表 一起參加比賽 然後啊接下來還有很多時裝 周圍都邀請我去 比如說是有東京啊上海啊 倫敦啊巴黎等等 然後到了現在 我還幫了很多的一線藝人做造型 這些這些其實真的是想不到 我這樣子一路走來 但是我到底是怎麼辦到的呢 接下來呢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用我自己人生的三段小故事 然後跟大家分享 我是如何建造出我自己的自信 首先第一步喔 我覺得自信的建造呢 第一個步呢就是自覺 你一定要正確的認識自己 設定有意義的目標 去問自己的內心 做什麼才是讓你開樂 有成就感的 然後一步步 一步步的去達成它 首先呢也是 千萬跟大家提醒 不要盲從一般社會的價值 看清楚這一點呢 其實你就會有一種本質的自信 你現在可以大家看看你的左邊 右邊 可以看看四周的人 其實你會發現 大家每一個人就是長得不一樣啊 你本來生下來呢 其實註定你就是宇宙不同的 你就是獨一無二的 其實你只要好好的去發揮自己的特色 發揮自己的專長 你在這個社會上呢 就一定會有自己的位置 我以前在剛畢業的時候呢 就其實常常問自己 常常問自己說 我自己長得普通 然後我腦袋也還好 然後家裡也不有錢 我到底要怎麼在這個世界闖出一片天啊 我到底要怎麼在這個 我自己喜歡的時尚產業 有一個自己的位置呢 因為我們先天的條件已經固定了 但是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後天 我後天呢就是非常的研究 非常的努力 研究穿搭 然後跟搭配 我可以看到後天這些服裝的搭配 去修飾原本我自己身材的一些缺點 比如說我覺得我自己的身高不夠 那我其實就我可以穿高跟鞋啊 那我覺得我自己的腿不夠長 我可以穿這種高腰褲高腰裙 然後就可以顯得下半身比較長 我胸部很小 那要怎樣呢 我可以露鎖骨啊 我可以露背啊 我還可以展現我自己身材漂亮的地方 展現我的優點 而且各位大家一定要記得 布是父母給的 是胸襟是自己給的 30歲之前啊 你可以靠顏值 但是30歲之後 你真的是要靠自己營造出來的氣質 你長得漂亮呢 是你的優勢 但活得漂亮就是你的本事 在我小的時候呢 其實也常常被一般的那種傳統的價值 或是那種媒體誤導 我會覺得說女生啊 一定要就是留長髮啊 或是要溫柔啊 要怎麼樣怎麼樣才是漂亮 所以我小時候也經過一個 就是完全就是一個 不是我自己的時期 比如說我那個時候就留了非常長的長髮 在長髮擠腰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硬要擠乳鉤啊 然後穿熱褲啊 甚至化大濃妝 就是睫毛膏啊什麼 就是完全就是不適合我自己 一個很可怕的土台妹 我現在就是看到我自己 那個時候照片 我都覺得天啊 真的是很恐怖你知道嗎 我以前居然有那樣的時期 然後我那時候突然就發現說 這些不適合的東西 全部加在我自己 實際上是多麼可怕一件事 所以我就有了一個自覺 我就自覺 我就開始決定要改變自己 我就開始去趕去嘗試一個 各式各樣風格不同的衣服 趕去穿各式各樣的一些服裝 其實很多東西呢 其實你真的要親身去試 你一定要踏出第一步 像我那時候頭髮那麼長 我就下定一把就剪到 跟現在這麼短的一個頭髮 對 我就一剪去試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像這樣子俐落的短髮 比較適合這種 我大啦啦的個性 對 然後或是像這種比較中性啊 就是有個性的混搭的一個穿搭 也比較適合我這種不按牌裡出牌的人 女生真的不一定要穿的就是跟女性化 或是怎麼樣 就是才是漂亮 對 然後所以那個時候呢 我覺得我自己的勇敢跨出的第一步呢 勇敢 有勇氣 有勇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有自信之前呢 你一定要先有勇氣 然後去勇敢去挖掘去改變自己 對 這個是第一步自覺 然後再來我覺得自信建造的第二步呢 就是自信 你必須要把自卑呢 轉化成前進的動力 在沒有自信的時候呢 去認清自己要改進的地方 然後去改變 去練習 去完整 我這邊要講到 就是大概是七年前的時候 我那時候第一次受邀去那個 上那個綜藝節目 然後我那時候記得 我第一個上的電視就是大學生了沒 然後我受邀呢 就是上去講那個造型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上電視嘛 所以其實我是非常的 就是緊張跟開心 也很隆重在準備自己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很做自己的 我就插了 我七年前我就插了一個黑嘴唇 上這個綜藝節目 然後我就也帶了一個 比如說螢光粉紅的一個閃電的耳環啊 螢光粉紅的襪子啊 然後穿了一個超oversize的一個襯衫 然後掛一些骨頭的項鍊 然後穿了大概這也是二三十公分這個鞋子 然後其實我是 我是非常喜歡我自己這個穿到 我也很有自信 然後那整個錄影的過程呢 也非常的順利跟開心 然後錄完之後呢 我回到家 然後我就開了電腦 然後我就突然發現 我自己的照片 就是這張照片 居然就被網友截圖貼在那種 像其實現在有很多是那種搞笑 就是放一些搞笑影片照片的那種粉絲團 或是網站 我的照片就被貼在那樣的一個 就是專門績笑別人的那種搞笑網站上 然後我整個就是傻住了 因為那七年前我算是第一次被網友攻擊 然後我就看到我自己的照片 因為我那時候是很有自信 我是很喜歡自己的穿搭 然後我就看到我自己的照片 下面居然有好幾千則留言 應該有八九千吧 然後也是有好幾百個分享 然後大家每一條留言都是在笑我 都是在罵我 都是在辭笑我 然後我真的就是 因為我是第一次被網友攻擊 我真的是很傻眼 然後我就一條一條看 我看他們在怎麼講我 他們就講我就是真的就是假掰啊 然後真的長得很醜啊 甚至就是攻擊到說 我父母真的不應該把我生下來啊 我這個造型師的品味是這樣嗎 這是什麼東西 我那時候真的是一條一條看 然後我的眼淚就是一滴一滴的 就這樣流下來 然後我永遠記得 我自己是半夜躲在我的小房間 然後去看你的留言 把它全部都看完 而且我完全不敢讓我自己的父母知道 因為我很怕我自己父母難過 而且我那時候很難過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我只是在做一件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為什麼被這些不認識的人 去攻擊去罵我呢 這就是我自己喜歡的事情 我沒有去傷害任何人啊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 我那時候真的很難過很難過 你看我現在想一下 我大概是當初的那個難過 還是在我自己的心上這樣子 對 我很難過 我真的是 大概八九千條留言 我每一則都看完 然後我那時候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一定要記得當時這個感覺 我一定要記得這個痛苦 我一定要記得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沒有錯 我一定要記得這個痛苦 將來有一天 我成為有一個發言圈的人的時候 我一定要去抵制這些酸民 而且也去鼓勵大家勇敢的做自己 然後今天我就做到了 對 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我自己網路上 我也從來就是跟大家分享 說我覺得時尚本來就沒有對錯 我自己的粉絲團我是IG 我從來不會說是說 他穿這樣是錯或是醜 我永遠是鼓勵大家 你想穿什麼就是穿 時尚本來就是沒有對錯 對啊 你喜歡怎麼樣 你自己穿得舒服開心 其實就是最重要的 對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那個沒有自信的時候呢 後來我就非常的努力研究 更研究就是時尚跟穿搭潮流的部分 我每天都看非常非常多 我真的是被那個網友刺激到 我每天都看非常多一些時尚雜誌啊 時尚網站 然後甚至我自己的穿搭 我也每天非常非常用心的穿搭 我每天一定會拍自己的一個穿搭照 上傳到我自己的網路上面 然後呢 一直至今累積到 現在我的IG post 已經有大概近六千則 六千則 post 然後我一直持續拍我自己 每天穿搭這件事呢 也持續了大概九年的時間 我真的是每天都認真穿搭 認真的拍上去 然後我也發現 其實當你做一件事情 你堅持了一年兩年 其實大家不會有感覺 但是當你做了三年五年 甚至是十年的時候 其實當初不認同你的那些人 其實也會慢慢被你的堅持 所感動 因為我穿搭這件事 真的就是堅持了十年 我十年都是這樣子的一個風格 然後所以後來慢慢的 我發現罵我的人也少了 然後我自己因為堅持這件事呢 我的內心呢 也變得開始堅強 變得變得很強大 我現在完全不會在意別人說 我穿得怎麼樣 我完全不會care 我就是很開心的去做自己 所以我就發現到 其實人真的是要在沒有自信的時候 你才會知道自己要改進的地方是什麼 然後你再去認真的 一步步的去完成它 沒有人生下來是有自信的 所有的自信呢 都是在無數的失敗 無數的堆積 無數的各種試煉中 才會成為有自信的自己 所以千萬不要去害怕那個 沒有自信的當下 沒有自信的自己 你應該在沒有自信的時候呢 好好的傾聽了內心 好好的自身自己 所以我自己呢 也在這個自身自己的過程 在改進自己的這個過程呢 在追求時尚這個 這十幾年當中呢 我也找到了自己 我找到了自己的風格跟定位 所以我後來受邀去歐洲公眾 工作的時候 我被很多歐洲的品牌認可 然後我都會想到那些 當初批評我的人 我真的就是 在這邊也要謝謝他們 你的批評沒有成就了你 可是卻成就了我 對 然後後來呢 其實那是我第一次上大學生了沒 後來我再去上大學生了沒的時候 人家問我說 欸 那你現在在被網友罵 被批評的時候你要怎麼辦 我那時候就說 在評論別人之前 請問你家有鏡子嗎 就直接可以很坦然的面對 再來呢 我覺得自信的建造呢 第三步呢 其實就是自大 但這邊的自大呢 其實不是講說真的那個自大 其實是說呢 其實大部分的人呢 只是自己的內心過於恐懼 其實稍微只要小小的膨脹一下 那個單小的自我 有時候你只要想著 要自信的毫無根據 其實一切都會變得非常的簡單 對 然後 我這邊也要講了 就是我大概是 三年前的時候 三年前的時候呢 我那時候受邀去 一個 非常國際知名的一個彩妝品牌在美國 然後他就是選我為台灣代表 然後在 飛我去 好萊塢跟全世界各國的代表 一起 參加他們彩妝的一個活動 然後在這個活動裡面呢 有一天是一個比賽 就是一個彩妝的比賽 然後我記得我那個時候 被選為代表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緊張的 因為我一到了現場 我看到大家那些 二三十個國家的那些 網紅代表們 他們自己的Follower 有的是幾百K 甚至是幾N的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那時候Follower 才六七十K吧 其實在裡面應該算是最少的 然後我想說 天啊大家都這麼多人Follow 而且每一個網紅 每一個網紅 他們自己都有帶自己的團隊 他們都有譬如說自己的助理啊 自己的經紀人啊 自己的攝影師 每一個網紅 可能身邊就跟著四五個人 可是那個時候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只有一個人而已 然後 但是 能怎麼樣呢 我一個人我還是要衝啊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的內心 一直在很害怕 但是我都告訴大家 就是要 告訴自己就是要有自信 就是要自信的毫無根據 然後我就去了那個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呢 我就記得那一天 其中一天是比賽嘛 然後那個比賽呢 它就是把所有人呢 全部都丟在那個 好萊塢的一個攝影棚 那個攝影棚真的超大 超挑高 然後它就是限時四個小時內 然後你每一個人呢 都要去完成自己的 個人的彩妝 然後還有一個fashion shooting 你還要自己拍照 然後 它在這個限時的四個小時內呢 它所用的那個彩妝品呢 是 它是全部是鋪在桌上 你一進去呢 你要先搶那些彩妝品 因為那些彩妝品 全都是共用的 還有現場擺那些鏡子 你也要去搶 所以完全就是一個你知道 那個名模生死鬥 那個top model 他們那種的那種比賽 你要一去 你要先去搶化妝品 然後再去構思自己的彩妝 是非常的緊張的 對 然後在那個四個小時內 我記得一開門 原本那個好萊塢攝影棚啊 旁邊 它是 放了很多就是 那些什麼高級的buffet跟香檳啊 等等 可是大家都太緊張 根本沒有人去吃 大家就是一直在認真的化自己的妝 然後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天啊 我自己的follow不是最多的 然後我的彩妝技術呢 其實也不是最強的 然後我的五官呢 其實也沒有那些歐美網紅 漂亮 對 然後 我就覺得 我在這場比賽根本就是毫無勝算 可是但我冷靜的 仔細的思考 我就決定要運用我自己的特色 我想把我自己的缺點變成優點 因為我是那個整場比賽裡面唯一一個華人 大家全部都是講英文的 包括工作人員 然後我是唯一一個講中文的 然後我就覺得我這個彩妝呢 應該 應該是要帶一點中國風的 對 就是有一點我自己的特色 然後所以我就運用了一些像這種國具臉譜啊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割的一個 幾何的一個面具 因為那個時候那個彩妝主題是B卡索 它是要有一些幾何的東西在上面 然後我自己呢 因為我自己是造型師嘛 所以在我去這個活動之前呢 我其實準備了非常多的格西 我準備了四大箱的東西 雖然我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會不會用到 但我就帶了非常多的衣服 非常多的配件 非常多的帽子 然後沒想到這些東西真的都被我用上了 我就帶了一個 像這個很中國風的一個鳳冠俠皮 這個頭飾在現場 我真的一個人 我自己就提了四箱行李這樣 然後 然後我就是有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 真的浮誇中國風的造型 然後就是 現場的那些品牌 因為他們都是西方人嘛 就是好萊塢 然後所以對於我這個中國風的造型 本來就是眼鏡影亮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所有東西都是原創的 都是他們沒有看過的 所以 我自然就是比其他參賽者 有了一個亮點 因為其他參賽者 他們都著重在自己的個人彩妝 只有我是一個完整的造型 然後我有中國風 所以後來這個評審呢 他就當著全部的 二三次的國家來到他們選手 他就宣布 他最喜歡就是我的作品 然後還把我的作品 就直接PO在他自己的IG上面 然後上面寫I die 就是他愛死了我的作品 然後也follow我的IG 我是現場所有裡面 他唯一一個follow的人 然後後來這些 這些好萊塢的老師們 他都偶爾還會留言 我們都在互相 對 互相就是交流一下 然後後來這個彩妝牌呢 他還飛我去香港 去拍他們亞洲最新的那個 一個形象影片跟形象照片 然後我那時候小時候啊 其實我就想說 其實要當這些彩妝品牌的model啊 代言人啊 好像都是應該要長得很漂亮 就很標誌 我真的沒有想到 我自己有一天 可以靠著我這個獨特的自信 跟獨特的這個魅力 居然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而且也可以戰勝那個 當初我覺得毫無勝算的那個比賽 所以我真的要分享一下 我覺得自信啊 真的是每個人每天啊 起床啊 第一件 你要穿的衣服呢 其實是自信 因為你要先有自信呢 去穿其他的衣服呢 才會真的好看 因為有自信的人呢 其實你那個散發的魅力 是非常迷人的 其實你不用好 不用有錢 也不用好看 你只要有自信 對 全部的東西呢 都一切 都會變得非常的 有加分的作用 而且呢 第一個個人風格 影響時尚橋流的年代 至此刻 你所有 也不代表你沒有明天 這輩子很短 沒有時間討厭自己 對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 找到自己的自信 謝謝 活出自己的精彩 你